哇 太牛逼了 来投你 瑞幸咖啡的创始人 特别会写商业模式计划书 他写的第一个计划书是什么呢 美国人67% 每天一个人喝三杯咖啡 中国不到5% 一天再喝一杯咖啡 这个时候 我们从直观感受上讲 是不是觉得 哇 未来中国咖啡市场 这个空间增长巨大 但是他不知道 中国人更喜欢喝奶茶 因为奶茶是用来续命的 是吧 而咖啡不是 这个时候美国人说 嗯 这个好 当然他是全美国人钱 我们很开心啊 到美国纳斯达克 全美国人钱去了 搁美国的韭菜 他就拿到了融资 然后第二个计划书写的是什么呢 他就对标是谁呢 对标的是星巴克 都市白领 在办公室里想喝星巴克 他要等40分钟以上 因为星巴克是在商场里面 而我们在写字楼或者家里面 我们点一个外卖 要过40分钟以后 才能喝得到星巴克 他说我解决了 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我直接开在写字楼楼下 以后点咖啡 不用等40分钟了 10分钟以内 让你喝上咖啡 美国人说 这个好 然后又融了一几次 然后又写了第三个计划书 实际上所有的咖啡店 都是用人的 靠服务员 过度依赖于人 而我们连员工都不需要了 我2.0版本的瑞幸咖啡门店 全部是人工智能机器人AI